哎 你们几个快点快点 前面说客人闹剩的 要吃个鱼香肉丝 必须得有鱼 你们几个闹一下 我刚才快四十年出事了 就不知道鱼香肉丝里 还放鱼了 那咋了 他吃石头 我把石头挖给它断呀 他要吃老虎菜 咋给你扒个老虎 他要吃蚂蚁上手 我给他炒盘蚂蚁 上屎 快别磨点 闹不了闹不了 闹不了 喂 刘总 还没讲 这都一样村的 你都不 快 然后你就现在干做 拿肉去 给 肉 鱼香 你吃这个汁啊 鱼香肉丝 肉丝里放前面吧 撕里面白干了 快别踢他去 用逼了 那先把筋膜剃脱 鱼香肉丝里面放鱼 这是一个老梗 早些年做鱼香肉丝的豆瓣酱里面 确实要泡一条鱼 现在如今还真没人放了 那么草原二旦 今天如何满足这位 口味雕酸的客人的要求呢 咱们拭目以待 兴选朱礼节 菜刀放平 横刀片片 速刀切丝 好 咱们先把肉丝浇一下 鸡蛋二哥 肉丝要想出肥嫩滑 打点清水 接下来必须用左手 充分地抓拌吸收水分 然后再打上一颗鸡 再打上一颗鸡蛋 抓上少许淀粉 把水分鲜味锁住 那么要想颜色好看呢 咱们必须给它加的老抽 将其抓拌均匀 然后用色拉油封住 接着咱们准备辅料 清粉掐头去尾流通尖 将其均匀地切成火拆柜 然后放入麻豆中备用 再来点木耳 搞定 呀 还真放鱼啊 那必须的 二蛋要用这条鲤鱼 怎么融入这道菜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肉厚的地方 用刀根毫不留情的 给它剁上几刀 好了 接着咱们先将这条鱼腌一下 给大哥的刀口上 撒着一把盐 咱底放入洋葱皮芽的葱头 来点香茄 轻轻揉搓 然后进行烤制 这一步操作呢 无论是 这一步操作呢 这一步操作呢 无论是 这一步操作呢 这一步操作呢 锅底也润了 糊料熟的也快了 肉丝不过油 直接生炒 放下挥动手刷 让肉丝变得熟滑 然后将其倒在肉勺上面控油备用 厨师实战 不光要考虑味道 还要兼顾速度及颜色 所以就不要说什么一锅成菜了 好 锅下烧皮底油 下入豆瓣酱以及泡椒酱 小火将其煸炒出颜色及香味 然后下入葱姜蒜米 鱼香汁要强酸不刺鼻 米醋直接甩制锅边 相同的白糖 鲜上加鲜 白糖炒化之后来上两勺清水 因为咱们这个汁要宽一些 要覆盖这个鱼 把鱼打破了 搞出香味的鱼 直接放在烤盘上面 这是在这位客人的规则之内 做的一道创意融合菜 好了 肉丝土料全部下锅 出锅黑色摇起来 肉丝简单烧至入味之后 咱们直接勾个薄芡 左手晃锅 右手淋入芡粉 手折完毕 准备出锅 这道菜有鱼有肉 味道浓厚 而且特别适合冻电池 最后再用一剂咸厨的拉勺 结束装盘 腌制也不行啊 那肯定不行 还有最关键的一步 红利青椒干辣椒 嗆个锅直接浇在脑瓜子上 要想生活过了好 下半句你们来 活了六十来年 这鱼鱼肉丝这么做 还是第一次剪 满意 放菜了 谢谢老弟啊 今天中午做的菜相当不错 客人非常满意 谢谢 不用谢都一个村的 马上有空吗 啥呀 马上给姐妹喝点啥 不是那个啥 以后别拿刘总跟我说 这对吧 咋了 刘总见了我老老实实 客客气气就对吧 我咋那么不相信 干啥 干活去 多客气 咋 这么多客气 或者你 哦 快 哈哈 谢谢大家